蘇貞昌,蔡英文並沒有同意,但是最後是由蘇貞昌自己來宣布,甚至讓蔡英文變成薄餃總統,您怎麼看? 奇怪,到底是誰決定?我也不知道,應該問蔡英文可以蘇貞昌兩個人 蔡英文當時是呼籲說他要做自己的決定,你會不會覺得這樣還是有點可惜? 不是啦,其實是這樣,普拉6千塊這件事情,第一個那個帳本本來就是假的 哪有什麼操增?你那個特別預算,難道特別預算可以不用還嗎?還是要算,所以不能說特別預算不算支出 所以這邊操增?我覺得我們先不解我們台灣的這本中央政府這個帳戶是有問題的